在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 可以说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 而今天要给大家讲一款六代战机 它就是FAXX战斗机 它将是美国海军首款带压抑的战斗机 这也是美国海军启动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的成果 并且这个计划也会推动了美国空军FX计划的发展 当FAXX战斗机的发展 也将会取代美国海军服役多年的FA-18E 超级大黄蜂式打击战斗机和EA-18G咆哮者电子作战机 因为有人推测当六代战机出来时 五代战斗机将会被六代战斗机秒杀 而这款第六代战斗机FAXX 有人推测它的作战半径将会达到上万公里 并且FAXX战斗机具备高超音速巡航性能 和极强的隐身性 可以全面感知战场变化 这些性能都将是五代战机所不能比的 而美国之所以紧张地研制六代战机 是想在2030年的时候弥补装备精良的空缺 想要在未来的空中战争中争霸 所以在未来 美国军事武器打造上将会一直进行创新型的研制 据说研发的装备将会改变未来战场局势 而对于六代战机的研发 美国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 不过目前处于在探索阶段 或已经有很多军火公司已经开始进行设计 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波音公司等 研制出六代战机概念具有很强的战力 它能够掌握空中战争的主权 据推测 美国FAXX战斗机将会采用双发无锤尾设计 而且FAXX战斗机速度将会高于5倍音速 推测FAXX战斗机使用亚音速巡航时 它的制空时间将会超过50个小时 当超音速航行时 它的作战半径能超过1600公里 除了高音速巡航和超长续航外 FAXX战斗机还具备很强的隐身性能 它的隐身设计很可能采用全翼身 以及前面说的无锤尾设计 可以从设计图上看出 这款六代战斗机的机身设计较为扁平 这样更加有效的减少空气阻力 除了设计上的变化外 在配置上也将比现役的五代的战机 要更加的先进 例如 它将会采用更为智能的天线技术 这可让战机能够在很远的距离 能够预知敌方战机 可让它具备充分的时间进行处理 而且作为六代战机 它的网络作战系统也不会落下 搭载的网络作战系统 将会为它全面了解到战场上的形式变化 而目前得知的信息 也是波音在2009年 给出它们第六代战斗机 FAXX的设计概念图推论的 而波音公司所提出的 是一具具备双座双引擎的 五尾翼飞机 据波音设计人员的讲述 FAXX战斗机 可以选择有人飞行模式 和无人飞行模式 不过这款战斗机的设计重量 可能会达到18吨 在武器搭载上 也要比五代战机先进 除了它能够搭载更多的攻击导弹以外 它还将会搭载近距离的防身激光武器 能够让其应对更加复杂的情况 从而执行全天候多种任务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关于战斗机的发展 二代战机是刚普遍使用雷达 例如美国的F104、F105 前苏联的米格21、米格23 以及法国的幻象三型等型 而二代战机的发展 一直强调的是速度 尤其是最大飞行速度 一直从次音速到两倍音速的范围 从而让这个时期的战机 陆续出现了极端射击 例如作为高速却短腿的拦截机 F104、米格21 还有准备作为B70护航机的XF108飞机 其发展的经验主要都来自此一时期 为了达到高速的目的 后燃气成为了这个阶段战斗机必要的装备 不过这个阶段中 空气动力领域的相关研究就开始采用了 而另外一项关键性的突破是 机身采用面积率的理论 进行设计 这个理论的成功 首先运用在YF102的原型机 从而让这架飞机突破超音速阶段的阻力 而机身到超音速飞机之列 到了1960年代 三代机就开始出现 而这个阶段 是将先前累计经验 和各种实验的结果下以整合 并且将许多高速飞行时的战机状态 和控制问题逐渐解决 例如法国的幻影F1型战斗机 幻影F1在设计上 走的是保守风格 它以普通的后略翼设计 更换掉以前幻影战机常用的三角翼 虽说幻影F1采用传统布局 但是在性能上仍然是不俗 而且幻影F1的内在燃油 比幻影三型的内在燃油 多出43% 而且它的飞行操作性 也更好起降 距离也更加的短 而且它的飞行操作性也更好 起降距离也更加的短 这个设计也是达索在向法国海军推销 幻影战机给航空母舰时总结出的一个教训 幻影F1战斗机的最高速度 可以达到2.2马赫 最大航程可以达到3300公里 此外在武器装备上 搭载的有短程空对空导弹 和AIM-9中程空对空导弹 虽说二代战机得出的结论是 导弹对战机的一些影响 但是搭载导弹也是战斗机的主要火力 四代机与前代战斗机相比 较大分别之处是在机动性上面 而并不是只要求速度的提升 并且还应用了很多的电子科技 用来提升这代战机的作战性能 可以说 四代战机吸取三代机的很多实战经验 再加上当时的年代 涡轮引擎的实用化 以及对复合材料的应用方面 和对一些隐身技术方面的尝试 都让这代战斗机具备了很多当时的科技成果 例如美国的F-15E攻击英式战斗轰炸机 F-15E是以F-15B为基础进行改进升级的 而且F-15E为了增加航程 它还加设了两个宝型油箱 能够搭载2800升的燃料或一些航电设备 从四代战机上就已经可以看出 从单一用途战机转变为多用途飞机的形式 至于五代战机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一代战斗机 前提是在六代战机未出世的情况下 而五代战斗机从科学技术上 与前一代相比并不是很大 要说最大的差别 那就是五代战机具备低可侦测性技术的全方位运用 不过目前五代喷射战斗机的特征是有很大争议的 不过最早研制五代战斗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对五代战机有一个定义 那就是在携带导弹的情况下 战机也能达到全方位的隐身性能 以及拥有很低的被拦截概率 和高性能机身先进的科技技术 而当前符合五代战斗机的气质的 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生产的F22猛禽战斗机 F35闪电2战斗机 以及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生产的苏-57战斗机 可以说五代战机是相当的少了 从战机的发展来看 属于六代战机的FAXX要具备更高的机动性 这个机动性要在五代战机的基础上增加 从波音公司展出的最新改版的 FAXX六代战机概念图来看 美国六代机的更为牢靠一些 不过要想实现这个技术 要从现代先进的五代机上跨出一大步 要在全方面上胜过五代战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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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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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